你来干什么 我回家 看你就来谁 走开 萧总 这是我家 你堵在我家门口 麻烦你走开 你就走开 你来帮我怎么样 你喝多了 你生气了 生气你都不敢发出来 试开吧 白莲花 我叫乌业了 灵气 彤彤 睡着了 你干吗 你欠我的 今天就要你还了 我要喝酒 我要喝酒 我家没酒 别逗了 你这么一个 压抑本性的人 家里没酒 你不给我 我 我自己找 好 谁说要跟你合了 优雅的事情我听说了 这是个意外 你没有必要太自责了 不用你安慰我 我不是安慰你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只是想告诉你 这是她的命 你一个 连朋友都没有的人 你说什么命 人到最后 都是要孤独的 那你要什么孩子呀 你要什么孩子呀 你要孩子有什么用 你根本就不喜欢孩子 你一个不爱孩子的人 你还要孩子 优雅那么爱孩子 她那么想要这个孩子 那么期待 结果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凭什么 不公平 童童呢 睡了 别让她听见 她正以为你不爱她 我不是怕她恨我 我就怕她再也回不到从前 再也 不快乐了 说得冠冕堂皇 不也都是为了你自己吗 你这种自私的人 会希望她快乐 你只是希望她一直傻不拉鸡地任由你摆布 你喝多了吧你 还朋友 拉倒了 你就是想要个跟班的 你放屁 我说对了 不对 我不许你这么说尤雅 不许你 你笑什么 你眼瞎吗你 你别看我再哭吗 我跟她说了 不要孩子 不要孩子 她就不听 不要孩子什么事也没有 我 他只透了她 和允满岳 我都有П tienen 我认识她时间是不长 但是我看人比你准 她目标清晰 生命力强悍 她对生活的热爱 对好好活下去的执念 比你 比我 都坚定 真的吗 没了 一个 有 一 一 一 那 一 陈娇蕊 陈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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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想想啊 或许我压根没把你当敌人呢 就是因为你自大轻敌 所以才会输给我 我告诉你 陈家蕊 我这一路是不够的 我实在是 太顺了 我不像你 你这半辈子都在察言观色 琢磨别人 迎合别人 我从小就是学霸 人家 我父母 亲戚 老师 同学 同学家长 都是他们在讨好我 我从来都不用看任何人脸色 又怎么样呢 听过少年得知大不幸吗 听过能量守恒定律吗 听过初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吗 你现在是不是都还回去了 不喜欢的工作是不是照样还得干 不喜欢的妈妈是不是照样还得伺候她呢 那是因为到了这个年龄 社会对女人优秀的定义不同了 不再是学习好 工作好 证明自己的能力 就能获得她们内心的赞誉和尊重 你不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吗 完全不在乎 是不可能的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在乎 就会被你这种小人 给趁虚而入 你别太嚣张啊 我告诉你我如果要是酒醒了 我 我 我牵死你 谁啊 谁啊 大半夜的找你 管得着吗 野男人 我单身 谢谢 我知道是谁 晋宝的销售总监 朱思聪 你真的跟朱思聪谈恋爱啊 你真的跟朱思聪谈恋爱啊 你老公那么好 你跟朱思聪谈恋爱 你别谈了 走了 回家了 明天还要去医院 看 你生病了 这里病了 要做手术 明天术前检查 你生病了还喝这么多酒 我好像是喝多了 我怎么觉得你是个好人呢 你是个假陈娇蕊 什么都别说了 赶紧回去 回去睡觉 神秘好啊 神秘让我忘却烦恼 如何忘却一个烦恼 答案 就是制造另一个烦恼 下一个烦恼 总会更烦恼 知道我当时最恨你什么吗 什么 最恨你瞧不起我 我只是轻敌 我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你 我一直都觉得你挺了不起的 真的 真的 那当然我也可以说得 再肉麻一点 反正明天我醒酒了 就什么都忘了 真讨厌 这种小孩 很久不见了 都没有说得了 什么都没有说得出来 我就是别说了 我对你 我真的对你 谢谢你 你 你 有什么 Stella 我好妈妈 可以不웅 你 知道我